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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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带哥窑的瓷器 他的窑子 对 没事 他那窑子烧出来的 了不得 但是呢 我现在发现这个古老的故宫 其实他碰到了新鲜的微薄 这简直是个家产不清 而且广媒 我现在就是真的 我领会到了在今天这个年代啊 对女人 也不光对女人 对一切人呢 就是说实话 我现在明白了 就说实话 终于明白 多么美好的时代啊 没错 骗了半辈子 给自己 是 因为现在这个年代啊 给你挑眼的 这个微薄啊 你就是你最好说实话 你发现没有 你像我当然我也不是说故宫说假话 但是挑眼能挑到一个什么程度 今天京市的新闻出来了 说摔的歌谣的盘子啊 有网友说 为什么中央台画面上 几个列成几半的盘子 跟他故宫官网资料库里查到的 唯一一件叫这个名字的盘子 不一样 不是同一只盘子 哎呦 这个咱可以审美 先看看这个盘子 哎 你看这个兵列文 咱就说人家宋代的这个美啊 跟清朝呢 都没法比 这个就是原来故宫图库里面 那一张 这只盘子 你看侧面光美 这家漂亮 你看多多美啊 中国宋代啊 是中国文明史上 艺术史上的一个高峰啊 你知道吗 就是那个美感啊 你再看第三件 不是第三件 就是这个 嗯 这是中央台画面上的这个吧 这 然后你看你比啊 你比了 他这个兵列文啊 列了的这个比较书 对吧 他图库里的这个呢 叫同名的这个呢 比较密 是 可是这网友这贼啊 就会找啊 说可是你故宫官网资料库里边 叫这个名字的 只有这一件 嗯 那么你又说摔的就是这个 怎么这怎么搞的 哦 我懂了 他是原来是图库里面那个样子 不晓得为什么摔了就就变这样 哦 冰列文摔宽了 摔宽了 对 反正这国家很神奇 什么事都能发生嘛 对吧 但是这个呃 人家马维都老子就已经说了 这玩意儿可能不止一件 这可能不止一件 但是就说你不能论钱 要论钱这个东西 现在拿出来排卖几千万 甚至上亿都有可能 对吧 但是说故宫里的你这么一 这个一级品嘛 这个国宝嘛 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是说检测的时候 是往上那个盘景往上压 压到了那个检测器 是吧 说是 你看你们台湾人说话 都是阴阴的 你知道吗 台北故宫方面就说了 台北故宫说话都是很友善 但是我们觉得呢 你要是做这个技术检测的话呢 是吧 假如要升到一个高度啊 可以拿一个跟原来的大小差不多 高低差不多的一个 别的一个东西放在那 人家先试好了高度 你再要是我们的话呢 我们就先试好了 台北故宫这么说 对对对 这么损人吗 没有两岸故宫多有合作 两岸故宫互通有无啊 因为这次的 您刚才讲的是那个仪器 其实呢 这个就是比较错综复杂 因为又有仪器又有人 因为仪器是人操作的 但是那个仪器呢 它有一个有个什么缺失在 像一般我们简单的 连要删除一个短信 你按了删除键 它都问你说 你确定要删除这个短信吗 确定 但是你那个仪器 你输入一个数值之后 他说我要上升七厘米 他没有再问过你 你一按七厘米 他可能就上去了 就是说你不容许 你有任何犯错误的机会 但是呢你看 所以说你这个微博上不起 微博上谣传 咱只能说谣传的说法呢 说不是机器 说是出库的时候 人捧着啪 是这么低级的原来 但是这个可能造谣啊 这个咱不好说 这个我不好 我是刚才想起这个马老 这个马马卫都老 我想起这种事啊 其实是挺甚的 就是说吧 他们家发生过一个事 他都在咱们节目里讲过嘛 对某某某某某某电视台 某电视台一个摄影队 去他们家采访 这就案子上呢摆着也是一个陶瓷 一个国宝吧 国宝籍的东西吧 你知道那个录像的那个 不是架杆的吗 他有一个那个那个桶吗 麦克风 带毛的那个麦克风 就整毛的那那桶吗 结果拍完了 收拾家伙事的时候 这拿持杆的这人呢 啪 就没有意思好 哗一下 然后马卫都说 当时整个摄影队全屋子的人 左右三分钟沉默 谁都没有说话 说不出话 他说后来我想啊 能说什么呢 哈哈哈哈难道说对不起吗 我给你鞠躬 没错 这不是能陪得起的 我记得前几年你知道吗 还有一个说是在哪北京也是 哎呀要不说出事 这个大意粗 就手马虎的往往是女的 你知道吗 这次听说也是个女硕士了 对吧 上次你知道北京举行一展览 我觉得在那在斗的 上了北京报纸一个 说游客啊可以去试 说明朝好像是啊 我记不清了 反正是说中国古代就有高尔夫球杆 就就是中国古代就有类似高尔夫球杆 然后有个女游客说 我试试我试试看 啪气 折了 哈哈哈哈 也是全场沉默 五分钟 哈哈哈哈哈哈 这种事 哎这笑什么闻到 这是国宝啊 不是啊但但事实是很可笑吗 嗯 所以我觉得今天中国 你知道我们常常讲就悲剧是很让人难过的 但你隔开个距离看悲剧就变成笑剧了 没错没错 那中国今天情况不太一样 中国很多悲剧 但那个悲剧由于出现的方式太太古怪了 比如说像故宫这事 还有红十字会不是还闹一个事 这个捐款名单的问题吗 哎哎 这一堆事太怪异了 而且他又太平发了 没错哎你你光美你听说了吗 就是啊 这个郭美美事件 引发公众对红十字会信任危机吗 然后红十字会人家那个奋进了吗 就是哗一下弄了个平台 然后还让网友们呢 试用心得就是试用 就看看我们现在都是公开公开公正透明了 但是呢最火的一条微博写道 红十字会今天的玉树地震捐款查询平台 说2010哎你看我这记忆里 2010年4月14号地震发生 但是一位叫刘德华的 3月30号捐款20万元 3月31号 一位名叫黄小明的 和一位名叫张子怡的也捐了款 额度都是20万 还有3月29号 一位名叫杨千华的捐款10万元 这都同名同信吧 说这个同名同信的 这些明星啊未卜先知 地震没发生 怎么就已经捐了款 他们家地震局里头有人 不是 所以啊我就觉得 为什么呀 你说呢 就地震前先捐款了 为什么呢 对很多事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你知道吗 他还不是说谁得到好处的问题 你知道吗 为什么呢 所以说小沈阳那个为什么呢 他是有实在性的 为什么呢 我知道了 为什么呢 但是我告诉你光美 我解答了 就是说啊 后来人家红十字会出来解释 就是说呢 红十字会这个解释啊 就做说是这个 说呼吁网友保持冷静 是不是 保持冷静啊 说啊 这个可能是有点这个 技术上的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啊 人家张紫怡 黄晓明 或者刘德华捐款啊 实际上不见得 只是为玉树地震捐的款 人家以前 就一项捐 一项捐 有旱灾啊 有什么 可能是确实是人家地震 为什么正好是地震 前一天出这个数呢 那为什么呢 对对对 而且还不止这个问题啊 而且里面还出现几个人啊 像成龙 好像说是一年捐一块钱 是吧 一基金是吧 对 好几个明星的捐一块钱 那我们就 就琢磨是怎么回事呢 这难道他们以为 自己捐的是一基金吗 嗯 其实我要这个地方 我不晓得 我说的对不对啊 因为我在08年的时候 我们在加拿大拍戏的时候 那时候李连杰先生 跟我们一起也在那边拍 然后他的助理呢 就开始跟我们推广这个 一基金 然后他其实他当初的说法 就是希望你用一基金 一块钱 对 成为他的一个会员 还是怎样 那可能当初你要 那叫定期捐 你要绑定一个 所谓的你的银行账号 那就等于你是定期的 其实你可能都不知道 你每个月或者是 多长一段时间 因为可能每天捐一块 每天捐一块 或者每个月捐一块 或者每年捐一块 所以这个事情可能 他成龙自己本身都不知道 所以但是就有一个记录 成龙先生每一年捐一块 那你现在拿出来 看起来像是个笑话 可能成龙先生 自己是不是不知道呢 我觉得问题 完全不在成龙身上 这事 就我们没有人怀疑 成龙说你怎么只捐一块 没有人怀疑 而是 但是问题 你明明捐给红十字会 这个一块钱是怎么回事 那反正整件事很怪异 就是这个账目呢 他没公开的时候 大家都批评他吧 他公开了之后更诡异了 这个全国平均每20步电梯 都有一步有隐患 这不是 不是我是说啊 我们要理解 就是我认为红十字会 能有这个姿态啊 首先这是 是不是值得肯定的 对吧 但是你要知道 我们是个发展中国家 对吗 包括我们自己做节目 也有很多促制大业的 不靠谱的这个地方 对不对 不是 他允许他有一个过程 他慢慢闹清楚成龙 这一块钱是哪来的 我跟你说 今天不是这样 今天我们国家有很多人觉得 我们不是发展中国家 我们是发展的比西方 还快还好的国家 觉得我们什么都比他们牛 我们已经发展到后现代 对啊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吧 就在温州那个动车 那个事发生之后 第二天啊 才第二第三天吧 网上有个评论就出来 你有没有见过 从温州动车事件 看中国体制的优越性 你听起来有点像在讽刺 他不是讽刺 他认真的 他说这个事件处理的这么好 这么完备 救人救的这么快 通车通的那么好 恰恰可以看到我们的优越性 比西方国家都优越 认真的人家是 这个话呀 我现在我这个话 我我现在感觉到是什么 就是外国人说可以 中国人说 咱们就听着比较有点烦 为什么我是这么说呢 你像那个嘉藤嘉一先生 咱们的日本那个小小小小帅哥 你看他那么讲啊 是可以理解的 他说他到比如说汶川地震去看 他他就觉得觉得中国不错 日本连个那个垃圾都不能清理 就是因为就说这是私人的财产 什么的很复杂 他说你看弄的真是不如中国 你看他说的很真诚 对吧 他觉得中国的优势 就体现出来了在地震 相反日本很多时候就拖沓 可是你看同样的话 要是一个中国文人出来这么赞颂 说是什么做鬼也幸福之类的 就万炮其轰 你说咱们先去点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我们这个同事啊 太好了 把这个光光美的礼物我们拿来 我就我刚才描述 是吧 这西方的女人调戏康希帝 这家伙啊 好玩吧 很羡慕 这完全就是文涛的美梦成真 这我这天天下美女 这是宙斯的女人呢 这是这个米米开朗基罗 那个宙斯那个大大块 旁边一女的这光的这这这赤裸的更多呢 那就是你希望把那块也不齐吧 对对对对对 你看他这个中西河壁的是吧 你瞧你瞧 金发美女 中国就是就是中国风格的那种鸳鸯啊 鸳鸯啊 然后你这真是西方的那个 鸳鸯不现仙了是吧 对大大腿女 其实现在的 如果有这么一个女人抱着你 没错现在的审美看 美国女的吃牛肉有点多是吧 哈哈哈哈 反正啊就是咱们要说说这个中国的问题 你看我觉得这个有象征性啊 当中国这个近百年来 向西方展开这种现代化的互动过程中的时候 我们现在看到真的是产生了很多背后的问题 是吗 就是哎 我现在发现我们用的 那天我就讲一个观点 我们用的家货事是现代的 嗯 可是呢这个画呀 画是要画到血液里的 画的灵魂里的画的软件里的 画远远没达到 比方说就最近说的这个电梯 我刚才就说 你看啊 我做了一中国医院的这个电梯 我也做了 我最近做了很多电脑城的这个电梯 我怎么觉得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就是我们做这个电梯啊 哎 他走不了吗 不是嘟嘟嘟想吗 超重一定是超载的 这个电梯一定是超载的 超载之后呢还能往上走 但是呢就会有人出来指挥 你知道吗 就跟咱这个路口每次一堵车 大家开始坐着不下来 最后无法忍受了总得有一大哥下来 主持正义说哎 你往后退退退退退 电梯也是 所以有人说哎 你往那边站着 你往那边站着 哎 他不响了 所以我说这个电梯有点像棒秤啊 就好像哎 你往那走的 你往那走走的 他就不不超重 我就就上去 平衡也是很重要的 对为什么会是这个 对为什么呢 这全世界都一样吧 我在香港没碰见过这种情况 香港是没有那个大哥会出来指挥大家 香港的情况一般是如果听到超重声音 有人就出去自动出去 是这样比较多吗 但是你知道你包括 但还是会有这个问题啊 如果说电梯会超载的话啊 为什么设计的时候不弄多一点 或者说是怎么着 这总是可以考虑 但每个电梯起码都有一个 它的负载的这个重量的上限嘛 而且它的计算呢 真的是很精密的 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公寓里面 正在换它里面的那个叫叫叫箱 因为它已经年代比较久远 已经十年了 所以它整个叫箱要全部换掉 它后来呢 把我们的那个食材的地板 换成塑料地板 那我就觉得说 那你不是downgrade我们的吗 你不是让我们越往 降级了吗 对你就让我们降级了 我说为什么不要装回食材 他就说你知道吗 你装那一块食材上去之后呢 你可能就少承重的那个 你就少在一个人 然后后来呢 他们又再权衡了一下 到底是这个美观 比较重要 还是多在一个人 实际比较重要 实际比较重要呢 后来还是把大理石给铺回去了 所以你觉得 我是通过电梯这个事 我是在想说为什么 就刚才光美老说 就为什么呢 因为你知道吗 你为他考虑到了一切可能性 你还是不知道 他这么忙活是为了什么 比如说一个医院 你就有三个电梯 这个电梯呢 就长期超载 这个家属要去看望病人 你在底下里待半个小时 好就弄弄 然后呢他会设计出种种的花招 这个是止停单层 那个是止停双层 这很正常 那个是什么啊 他设计即便这样还是不行 那么因为超载 他可能呢后来又后悔了 后悔了之后呢 他就要换这个电梯 有关领导换这个电梯 于是呢 这三步本来就严重这个不够的电梯 经常处于两步电梯啊 围着围栏 维修 或者说啊他后悔了 他知道他设计不合理了 他换一个电梯 那么在换的这几个月期间呢 长期的也就只有这一个电梯 能能走人 你知道吗 和换好了之后呢 我发现还是跟原来一样的电梯 你说就是为什么呢 我在中国经常碰到这种情况 中国要你问为什么的事很多 这表现一个什么问题 就包括你 比如说我上午坐飞机 到这一路上 都很多东西你是可以问为什么 但这问题 我觉得奇怪的是 比如说像我 我不住在大陆 我住在香港 我在台湾香港长大 对我们这种人来讲 因为不在这个地方 有长期的生活经验 我们来问为什么是很正常的 但今天奇怪的是 很多中国大陆自己的人 也在问为什么 这表示什么呢 就是说一个社会 他一定有一些常规的状态 大家都觉得这个事该是这样 比如说坐火车是不应该 这么撞法的 电梯是不应该这么出意外的 故宫的盘子是不应该这么砸了的 就我们都有一些假设 而这所有的假设 一个关于正常的状态的假设 在中国现在好像都不灵了 都失效了 但是所以这不是文化差异了 你懂吧 就你原来我们从港台来的话 我们说北京的电梯 大概就这样吧 20步得坏一步吧 我们就觉得这 这可能是我们不习惯 这是个地方不同 国情不同 怎么样 我们要适应对吧 但现在如果连你在这大的 你都天天问这些为什么 那就是表示真有问题了 你问为什么干什么 你为什么问为什么呢 我在台湾长大 在香港住了12年 搬到内地来住这么长时间 我都不问为什么 你很适应 我上个月活生生的 我们家两台电梯 一台正在做所谓的正常的维修 维护 而且他很 对我也想知道为什么 他为什么要在白天维修 他为什么不要在半夜维修呢 然后另外一台电梯忽然坏掉了 我活生生从34层走下来的 那时候我就在想 万一回家的时候 电梯还没维修完 还没修完的话 我还回不回家呢 我如果不回家 我应该去哪呢 前一阵你想想是哪个城市 我忘了 这是50多层的大楼 南京 烟水 是南京是吧 不是烟水 其实停电了 反正电梯出毛病了 刚刚下班的的人们 就这酷暑啊 大家手玩手 恢复了早年间 我们人与人的关系 邻居之间一边聊着 你们家25层快到了 我们家50层呢 到了50层上 忘了带钥匙 强强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其实能问为什么啊 是一个好现象 我跟你讲就是 你比如很多老北京啊 他是不是现在 我们更难忍了 就是说 比如说北京一下雨啊 不就就淹吗 就淹半个城 你想那些老北京的就说 哎呀现在你看一淹了 就闹成这样 他我们小时候就是 哗啦啦啦啦 下雨一聊就淹了 就就关海嘛 他小时候很正常 但是你看 是不是今天也说明 这个民民民民民民民 高涨啊还是什么的 对我觉得是的 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 像这些掌握权力的 这些机构 你说铁道部也好 红石智慧也好 红石智慧当然不是算 是什么掌权 反正他是个 嗯挂牌的大大机构 对不对 大单位 过去长期以来呢 就很不习惯去回答 百姓的为什么 因为百姓也不太问他 要是问呢 就顶着心里头自己嘀咕 嗯 不会公开拿出来说 说的时候 语气也没现在这么激烈 对那所以过去呢 他们习惯的是什么 他们习惯的是 是什么 不是为什么 是我告诉你们是什么 就是什么 对 然后你们也别问 问了不让问 所以呢 现在你要 你要理解他一开始的声色 他初次碰到这么激烈的 为什么的时候 他他只能说 只能说 他只能说你反正信不信 反正我就信了 但是他我觉得他会慢慢成熟的 对而且你看到这个事啊 你看到他的这种断裂 比如说你说这个 你们信不信我不知道 反正我就信了 像这番话 后来大家骂的那么厉害 都说怎么怎么能出来说这种话 这是怎么官员这样 不负责任 甚至说这么不要脸啊什么 我们都骂这些 可是你看得到这里的一个断裂 这断裂是什么呢 我们近几年看到 不是很多官出来说话 有些地方都很雷人吧 对不对 比如说问媒体那个罪有没有 你是代表党说话 还是代表人民说话 你记得这个对不对 那这些雷人的话怎么来的呢 就其实简单的答案就一个 就是这些人都不懂的 怎么对着老百姓讲话 都不懂的怎么样讲话 老百姓能接受 能喜欢 甚至非常奇妙